双生妹妹自娘胎便带有心急 母亲尤其偏爱 将一切都给了她 是我的一切 母亲的疼爱 是叔之手的荣誉 与世子的婚事 最后连我的命也要赔给她 我奋起反击 将父亲的白月光接近了府 与她斗得你死我活 她又想起我是她女儿来 你是我生的 如何敢不帮我 杀了她 我仍当你是我女儿 被姨娘捧在手心疼的人 谁还稀罕当她的女儿 我本是尚书府的嫡长女 与妹妹沈追月一母双生 可她天生患有心急 落地病危 几经生死 我虽身强体壮 落地时偏偏窗前 闯过一只漆黑的乌鸦 成了母亲的心病 母亲辗转难眠 终是请来数事相看 数事扬言我八字过硬 行客六亲 对她与双生妹妹沈追月游慎 而沈追月自娘胎里落下的疾病 与床前的黑乌鸦皆是佐证 母亲大惊出血 狠狠病了一场 痊愈后便将沈追月的疾病 她的操劳和崩溃 以及父亲的冷淡疏离 都怨恨在了我这颗星身上 我便被扔去了外祖家 被外祖母养在膝下 幼时瞧见表姐 唯一在救母怀里撒娇 我也会羡慕 钻进外祖母怀里 委屈巴巴地问个没完没了 外祖母 我的母亲为何不来看我 为何她总在生病 也总不许我去看望她 外祖母笑容苦涩 却一遍一遍哄我 你母亲生你们时伤了身子 待她养好了 便会来接你了 我信了外祖母的话 日日陪她佛堂诵经祈祷 千百遍祈求的 皆是母亲早日康复 来接我回家 可她始终没有康复 我便始终没有母亲 直到四岁那年的灯会 舅父扛着我买花灯时 隔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清楚地看到了母亲 她抱着沈追月 眉眼弯弯 面上是掩饰不住的柔色 万盏灯火下的一颦一笑 皆与舅母腾表姐时一模一样 不像见我的那寥寥几次 厌烦与不耐 尽摆在了脸上 他们身后跟着的五六个下人 手中举着各式各样的花灯 竟有十树枝 可沈追月还在不停地挑选新的 母亲心疼地帮她紧了紧披风 月儿喜欢变好 要多少母亲都给 她选灯时让出了半个身子 露出了身后的小丝 她腰间挂着的 是小小的我一步一扣手 越过999道天阶 求来的平安相当 外祖母说人心都是肉掌的 我的孝心会换来母亲的真心 她派人单独送我回了趟神府 想让母亲看到我的真心 可当我欢欢喜喜送去母亲院子时 她称病没有见我 我从艳阳高照等到日薄西山 等到沈追月的一句 母亲不见你 兴许还好得快些 真疼母亲 就乖乖待在外祖母身边 不要总来烦扰她才是 她身上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对筋甲袄 平安二字 用金丝银线一针一针 勾成了金铜玉女的模样 那是京中女儿都有的愿景 母亲希望女儿平安顺遂的愿景 指我 没有 我小到听不懂她的言外之意 只觉得她一群看着稀奇 针针线线 皆是出自母亲的手 因为艳线 我便伸手碰了碰 沈追月身后的奶娘却如逢大敌 大叫着冲过来护着她的同时 也将我挥倒在地 碎石子磨破了掌心 疼得钻心 可我咬着唇始终没哭出声来 我总记得表姐摔伤膝盖时 就母太过心疼 落了一晚上的泪 我舍不得我的母亲为我落眼泪 她身子不好 不该再为我忧心 可沈追月却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病床上的母亲 提着裙脚冲出了院子 不由分说的一耳光 将我打到耳朵嗡嗡作响 她明明那般见朗 力气大到那一耳光 都震碎了我所有的愿景与希望 却以生病为借口 不肯见我一面 谁准许你动她 往后无我允许 不许她靠近主愿半步 她将妹妹抱在怀里如珠似玉 却面对我时眼底森寒 看我如洪水猛兽 我缩在本该属于我的家里 身斗如筛 傅乔见了 我因一不一扣手 留下的额头红肿 难得将我抱了抱 难得你孝顺 可惜 可惜我的母亲没有病 那只是她对我避而不见的借口而已 可惜 我不是她的偏爱 却始终不自知 她答应会帮我将平安符送到母亲手上 也顺嘴说了一句糊涂的话 人生不可求之事 就该顺其自然 那时候我不懂 在舅父尖头的这日 我懂了 父母之爱 与我而言便是不可求之事 我不该费心竭力去索求 可我只是一个几岁的小童 渴望父母之爱又有何错 撂翘春寒 动痛我的双眼 我的眼泪终是落在了舅父脸上 她手足无措 将我揽在怀里 沉着脸去质问了母亲 问她为何能陪沈追月 买几十盏花灯 却不肯在元宵佳节见我一面 问她同为骨肉 如何能游接厚此薄彼偏心致辞 母亲冷淡地扫了我一眼 语气冰凉 见她做什么 兄长嫌我命太长了 一个克星罢了 当初要扔去庄子上 母亲非是舍不得 如今倒成了你们 搓磨我的乙仗了 兄长喜欢 给你好了 我心心念念了许久的莲花灯 明明流光溢彩 却在那一刻失去了光 那日 舅父与母亲不欢而散 我一言不发回了院子 躲在被窝里哭了一整夜 后来 我讨好舅母 顺从表姐在将军府里 乖巧谋活路 绝口不提母亲的事情 我知道 他们不要我了 五岁时 父亲为了颜面 还是将我接回了府 他耳提面命 让母亲顾及名声与他的前途 莫要再刁难于我 母亲面色灰白 没有吭声 只看我的眼神 犹如三九寒冰 没有半分母女重逢的热气 没几日 一场大火 差点将我葬送 我被父亲冲进火海 救了出来 舅父接我走时 对他冷脸相向 堂堂尚书府 容不下一个弱小孩 何不将其改名唤姓 留在将军府做我的女儿 他很愧疚 却更好脸面 拗不过母亲的歇斯底里 却也不肯答应 将我过给舅父做女儿 舅母心疼落泪 他们不要了 也不许我们当骨肉疼嘛 即便我还小 从舅父铁青的脸上 也知道纵火的小丝 是母亲的亲信 父亲心知肚明 可女儿的性命 比不得尚书府的名声 纵火成了小儿胡闹 玩火自焚 外祖母捧着我被烧伤的手臂 数度哽咽 虎毒不食子 我怎会生出如此糊涂虫 若非当年舍不得她吃边疆的苦 我就该带在身边亲自教养 何至于此 何至于此啊 我怕她伤心 不敢说因为我回府时 沈追月染了风寒 高热到抽搐 将和府上下都吓坏了 母亲签两黄金 请术士做法 而后寸步不离地手立一页 术士路过我时 遗憾摇头 万般皆是命 你莫要怪我 我只是实话实说 母亲听术士的话 让我跪在佛前忏悔了一页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是她亲口告诉我 我活着就是错 因我六亲元宝 与母亲弟妹更是此消彼长 互不相容 她爱她的一双儿女 爱到舍不得我活着克了他们 所以她让我死于意外 我不敢告诉外祖母 那场火烧坏的不只是我的手臂 也烧断了我对母亲的渴望与念想 她站在廊下 远远看着大火烧起来时 我摇晃着门窗 冲她叫过母亲救命 全当我对不起你 收回了我给你的性命 牺牲你一人 换我整个家族安宁与康健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她冷冷转过身去 头也没回地带走了院里所有的人 那时候 我便放弃了挣扎 任由火蛇舔湿了我的手臂 泪珠落地时 我许了一个心愿 来世吧 来世给我一个属于我的母亲 伸出小手 我擦干了外祖母的眼泪 我有我的母亲 外祖母就是我的母亲 若不是外祖母逼着父亲 将我好生生送回去 否则便要将她沈家的嘴角 抖落人前 她也不会生了胡胆 敢从火口里抢人 你不要赶我走 沈家我不想去了 我会很乖 我再不会和表姐争嘴了 好不好 外祖母心疼更甚 却已到了游禁灯窟之际 只好借着与太后的手帕交 将我送进皇宫 成了公主半毒 入宫那日 病床上的外祖母 送了我一件对金甲袄 和沈追悦的一样 用金丝银线勾着平安 可因为外祖母与祖父半生戎马 不曾碰过针线 缝出来的金童玉女 连鼻子都是歪的 秋风萧瑟 吹散了外祖母额前的白发 我才晓得 她已病入膏肓 再也护不住我了 捧着那件夹袄 我哭得很惨 那是外祖母留给我的念想 她很暖 暖过了我在将军府的五年 也暖过了我的半生 在皇宫的日子并不好过 将军府不讲规矩 皇宫却是规矩最多的地方 初入皇宫那年 我总在挨打授罚 太父的孙女 齐王的女儿 会肆无忌惮地笑话我 他们笑我什么我晓得 有娘生没娘养 基本礼仪规矩都不懂 我攥紧手心 却无力还击 月月被母亲带着点心来看望的 从来没有我 母亲甚至于手帕娇闷背后说 外祖母从来有眼无珠 选错一次又一次 她以侮辱外祖母的方式 侮辱我 让我在宫里举步为奸 午夜梦回里 母亲廊下冰冷的一眼 也像个魔障 日日折磨我 外祖母安排照顾我的扶杨 便将床脚的我紧紧抱在怀里 小姐别怕 扶杨永远永远陪着你 最艰难的那段日子 我身边只有扶杨了 宫里不许多时 她便将馒头藏在衣袖里 和我缩在被窝里共同分享 小姐 等你长大了 出息了 定要给扶杨吃不完的大肘子才是 我真的 好想我娘的大肘子 她娘随旧父去了江南 旧母娘亲病重 她要回江南床前尽孝 不得已 让表姐来跟我告罪 站在朱红墙下 那个爽朗的姑娘 局促地攥着衣角 犹豫半天 才说对我不住 没有做到像外祖母保证的那般 一直护住我 她说旧父左右为难 终究还是要撇下旧母 在京城里看着我 她说让我怪她便好 是她自私 不忍双亲两地分离 说到最后 她竟要给我跪下 我从来知晓表姐骄傲 骨子里甚至对我有几分怨对 我霸占了她的祖母 也分去了旧父的爱护 从来 不是她欠了我的 而是我占了她的 我书信一封 请她转交给旧父 她含泪同我道谢 十几年 我第一次握住了她的手 同她说了句抱歉 宫门外 本已远走的她 突然冲了过来 冲我喊道 江南有你的家 累了就回家 阳光落在她脸上 融化了我们之间 高高筑起的十几年的冰墙 可我 早就没有家了 旧父一家南下之前 我让扶杨出宫一家团聚 她却摇摇头 站在了我身后 老夫人说了 要扶杨一辈子护住小姐 扶杨哪儿也不去 就陪着小姐 等小姐有了出头之日 日日为我大肘子 我忍着鼻头的酸涩 从怀里掏出了大肘子 宫宴上藏的 给你 几年后的中秋宫宴 沈家也来了人 母亲戴着锦衣华服的沈追月 与父亲并排坐在群城中央 她的手 从未将沈追月松开过 站在太后身侧的我 一整晚的视线都落在她们一家三口身上 有艳线 也有苦涩 最好的点心 最可口的菜 被她亲手一块一块喂进沈追月嘴里 许氏吃到了酸 沈追月的脸皱成了一团 母亲眼着帕子笑弯了腰 我也跟着她笑 只不知不觉 眼眶却湿了 那是我今生都不敢奢望的母女情深 她们母子子笑甚是亲密 只不曾有一刻将视线放在我身上 明明那么热闹的宫宴 我孤单的格格不入 太后疼我 叹着气将我拉到她身侧坐下 那是公主都求不来的位置 她抬举了我 甚至在宫宴上 公然夸我聪慧 是沈大人叫女友方 我要下跪行礼 她将我的手握得很紧 不必行礼 哀家这里 就是给你开了特例 慈宁宫里 你无事便可来陪哀家小做片刻 也如皇子公主一般 对哀家尽尽孝心 父亲受宠若惊 不顾母亲的阴沉面色 附和着说受皇后荡 那日最后被点到头上的父亲 难得与我见了一面 确实告诉我 要我讨好太后 要我亲近公主 要我与太子多走动 要我在天子脚下 为家族谋个更大的前程 她事无巨细 交代我该讨好谁该远离谁 却不曾问我一句 面色苍白 可是身体抱养 那时候我已大了许多 知道在沈大人面前 最重要的只是名声与地位 如此而已 后来我德才兼备 温顺端书 被太后以示书之手的名义 赐婚给她亲妹妹的长孙 谢林世子 她老人家想得周到 皇宫是吃人的地方 出去了就不要进来 有哀家在 谢林小儿 不可辜负你 我满心感激 无以为表 身身叩首 感激涕零 不过几日 我因筹备婚嫁 被送回了府中 与我离府 时隔时五载 外祖母早已病逝 旧父外放 远隔千里 神父离我独目难知 日子便越发艰难 母亲依旧恨我 言语打压 行动排斥 日日可见 沈追悦有母亲的纵容与撑腰 对我的敌视与弃压 更是毫无收敛 父亲劝我 不日便要成亲了 莫要闹出笑话来才是 没有攀上皇子的高知 到底可惜了 可她不知道 就连与世子的亲事 母亲都不愿意留给我 世子谢林 是太后为我赐婚的良人 她温润俊朗 与我一同在宫中长大 自有青梅竹马的情谊在的 可母亲不管 不管天界的赐婚 也不管我与她的良心相许 凭着沈追悦的两行泪水 便玉增降贵来了我的院子 她瞥了眼院子里的寒酸 收回视线 便冲我发令 你妹妹心悦是子许久 你做姐姐的 该让的让 我早对她心如死灰 从不做过多指望 便是自己的嫁妆 都有自己准备 只对她的厚颜无耻 使要未及 夫人何意 是要我抗旨不遵吗 放在唇边的茶碗一顿 通的一声被撂在桌上 别与我装糊涂 你与月儿共用着一张脸 由她带你出嫁 便水到渠成 我无力地笑出了声 抗旨不遵也就罢了 夫人是想我沈家 因欺君之罪被灭门了 她末地站起身来 眼底恨意汹涌 本是你欠月儿的 如今不过还给她罢了 何来欺君之罪 世子要取的是世书之首 单凭你忤逆 主母这一点 你便不配 由月儿拿回她的身份 如妻出嫁 你便退回庄子上养养病 但月儿生下嫡子 我自会为你寻觅配得上的婚事 也算我 对得起你 夺我财名 又抢我轻视 最后一顶小轿 不知道把我塞 哪个不见天日的后院里 便是她对我莫大的恩赐 明明已经不抱希望 竟也会心痛难耐 钻井的手心 被长甲划破了皮肉 我才清醒了三分 指示着她的冰凉 我反击道 若我不呢 夫人又该如何 她给我教训 来得十分迅猛 我因忤逆主母 不尊不孝 被她强关进祠堂超书反省 祠堂阴冷 她在数九天寒里 断了我的炭火与吃食 还命人泼了一地冰冷的水 滴水成冰 当夜我便起了高热 一并不起 不过三日 我便冻坏了身子 而一强之格 她当真让沈追月顶替我 以师叔之手的名义 约是家女门游湖赏雪 好不热闹 谢领来的时候 沈追月知道瞒她不过 便勾着唇角掉进了湖里 谢领见的那身 她亲自送给我的一群落了水 想也不想便以为是我 一个月身 便入了冰冷的湖水里 人群散去 母亲唱红脸 逼着谢领对沈追月负责 要许她平妻之位 谢领并不买账 甚至要去宫里赴京请罪 求太后的责罚 沈追月便带着病态的苍白 阴阴落泪唱着白脸 她说 心悦谢领是她的痴心妄想 姐姐命她扮作姐姐 也不过是验证她 是否真如姐姐所说 能在万千人中 一眼就能认出她来 她说 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 她愿意出家为姑子 只求世子 与姐姐有情人 终身顺遂 谢领既心虚愈 没有分出她与我来 也因到底毁了女子 清白于心有愧 不仅送了补品真品 仪式补偿 还愿任她做一昧 万事替她分忧 指她走时 带着伯怒拐了一道 弯去了我的院子 而我院里的几个老妈子 故意躲在廊下 嚼舌根子 大小姐气性大 不肯原谅二小姐也罢了 也恨上了世子 自作孽的是 怨得了谁 怪大小姐 非要考验一个人的心 如今世子 也不过是隔应人的鸡肋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谢领气怒不已 甩着衣袖走了 大半个月没再来找我 而被关在祠堂的我 一无所知 直到去江南奔丧的 扶阳回府 才一把火烧了祠堂 将我救了出来 可我为世人称赞的双笔字 因动坏了一只手 再也写不出来了 母亲懒懒坐在我病床前 低眉浅笑 敬酒不吃吃罚酒 只会有吃不尽的苦头 我劝你好自为之 扶阳气怒 挥着扫把就开始碾人 嚷嚷 府里有脏东西 我听大师的 要撒点柳条水去会气 气走了母亲 她冲着门外插腰大喊 什么东西 嫁不出去 也不该惦记自己的姐夫 实在缠了 便去公馆里买一条用用 我被呛得上气不接下气 她红着眼眶帮我拍背 说给他们听的 你该捂着耳朵的 你是我金尊玉贵的小姐 别捂了你的耳朵 劫后余生与满肚子委屈 化成了满脸泪水 我扑进了抚养怀里 与她抱头痛哭 可母亲并未就此罢休 因我不肯松口 母亲便说 动父亲以我扰了祖宗安息为由 逼我去城外的护国寺祈福 那是条死路 她要我还了欠她的那条命 出城的马车是沈家的人 沈家的人自然有主母差遣 所以 明明下午便能到的护国寺 到了傍晚 仍不见踪影 马夫借口拉肚子 便引入了丛林 不多时 路边便出了稀稀苏苏的声音 见此情形 扶杨便也知晓 我们遭了算计 凶多吉少 她驱赶马车没命地跑 可我二人渐渐虚脱 竟坐不住身了 小姐 我们的水里被下了药 今日必定逃不过了 小姐命苦 老夫人特意交代 要扶杨拿命相护 今日便对不住了 说着她便点了我的穴道 我默默地看着她 含泪换了我一群 沙沙的风声 淒淒沥沥 都像哭号 我不断无声呐喊 不要不要 不要丢下我了 可扶杨听不到 或许她听得到 只是将外祖母的嘱托 和我的周全 看得比她自己更重要 沙小姐 哭什么 女孩子的眼泪也是值钱的 以后没有扶杨 为你擦眼泪了 就不要总是哭了 抹了一把泪 她将我迅速藏进 破庙的草堆里 而后虚弱 又不是明朗的一笑 小姐 来世记得还我的肘子 泪水呼了我的眼 我只听见她驱赶着马车 而去的车沽路声 车轮碾过我们十几年的情意 碎在了匪徒的刀枪剑戟里 还有我鲜活的姑娘 再回来时 是一具已经没有气息的 满身是血的尸身 可那些人没有放过她 伤了我们五个人 还要了两个兄弟的命 死了也不能便宜了她 那具勇士鲜活的身体 被那群歹人压在地上 任意而为 我躺在草堆里 看得一清二楚 天崩地裂 他们笑得猖狂 尚书家的大小姐 果然滋味不一般 乌檐汇雨里 我满脑子都是浮阳 与我在宫中 如履薄冰相依为命的十年 宫归森严 我没有退路 时时提心吊胆 唯有夜深时 看到她提着微黄的灯 等在珠红的廊下 那一整日的疲惫 才瞬间松懈下来 小姐 浮阳来了 我在雷雨天里梦魇中醒来时 总是被她抱在怀里 怎会没人要你呢 老夫人与浮阳 就永远不会抛弃小姐 永远永远不会 我的浮阳去了哪里呀 她还是抛弃了我 五湖四海我再也找不到我的浮阳了 浮阳因我而死 我能握得住的唯一的微弱之光 也熄灭了 从此 我再没有了软肋与牵绊 当母亲扑到 那具生命近毁的尸身前 尸声大哭时 我才学到解开 从草堆里的泥菩萨肚子里走出身来 心中的恨意 成了咬牙切齿的质问 让夫人失望了 我命大得很 她身后的父亲 与沈追月皆是 惊得说不出话来 唯有谢令伸手来抱我 却被我厌恶地躲开了 目光冰冷 我眼里只有仇恨 夫人可知 杀人是需要偿命的 她的惯用伎俩便是装病 与大师化小 因死无对证 父亲为了家族名声 不过我的常规不起 给浮阳定下了 与人私奔惨死破庙的罪名 谢令松了口气 还好不是你 否则我都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那浮阳的命呢 就不该求个公道 比起一个小人的命 尚书府与侯府的声誉 显然更重要 你空口无凭 拉扯主母与亲妹妹 便是求得了公道 你的名声也完了 侯府 怎能有毁了名声的主母 清冷月光打在她脸上 与年少时义无反顾 跳进湖里 为抚养捞玉拙的谢令 已判若两人 四下无声 我无力下了逐客令 看来是我高攀不起侯府了 夜已深 世子请回 她望着我的背影沉默片刻 才丢下一句 你总会想清楚的 拂袖而去 沈追月次日一早 忙跑到我跟前炫耀 你不知道 在她惨死破庙那时 世子便与我有了肌肤之亲 还是在你的床上 她以我之名 引谢令入府 又以一碗下药的热茶 水到渠成 当初母亲好言相劝 你死活不听 如今我一样求人得人 可惜姐姐的手 和那丫头的清白和性命 说着 她露出了手腕上 明晃晃的翡翠 那是谢令的祖传玉佩 世子说了 姐妹共事一夫 也不是没有的事 带你入府 她会给我名分的 你总是假清高 哪懂风情 她食髓之位 早就离不开我了 说着 她一步步移动到了鱼池边 而后故作失手 将玉镯子掉了下去 哎呀 那可是世子送给我的 姐姐便是极度 也不该扔进鱼池里呀 见我始终不为所动 甚至有几分 看跳梁小丑的绩效 她又出一记 你信不信 我只要轻轻一跳 姐姐就要身败名裂了 她勾唇冲我挑衅 脸上巨傲的 势在必得实在惹眼 让人心头生艳 我淡淡输了口气 信 继而一脚 将她踹进了池水里 所以我帮你 她不妨 我生了狗胆 真敢推她 半人身的池子里 竟仰面呛了几口水 你敢谋害我 等着母亲将你挫骨扬灰 你 啊 我怎会干等 顺手从旁边 抄起一根竹竿 一次次将要爬起来的 沈坠月捅下去 前胸后背 各打几十肝 直到她四肢发软 面色煞白 连挣扎都无力了起来 我才大行其善 将她拎起来 扔在了池边 来人 二小姐探完落了水 送回她的院子吧 定要记得通知母亲一声 让其好好疼疼她的心肝肉 而我 转身回了房间 修书一封送去了侯府 便是要那对母女 再无出头之日 望月阁里的鸡飞狗跳 我隔着几个院子 都能听到动静 可我不在意 因我忙着 将太后赏的簪子摔得细碎 清廉肉痛 这可是太后替柿子下的聘礼 万经难求的 我摇摇头 比起性命 这些捆绑自由的身外之物 不值一提 能为我所用 便是她的福气 沈追悦既要找死 我怎能不成全 自然该给她调死路才是 清廉 你系头笨了我 就该对我一心一意 否则 你庄子上的爹娘 便永无脱身之日 她的爹娘年岁已高 却在庄子上做着苦力 被管事欺压 活得艰难 即便被母亲安排在我的院子里 也没求来那两张生气 我以利相诱 将其收入了麾下 小姐放心 爹娘因小姐的关照 已然好过许多 清廉定对小姐肝脑涂地 只求爹娘能得自由身 去江南兄长那里安然养老 我很满意 一会知道怎么说了吗 清廉万分坚定 自然 管家那里 你帮我传个话 母亲想成事 我自然要成全 她爱女如命 只那女儿始终不是我罢了 她不顾一切护她爱她 那倘若 她自身难保了呢 那个蠢货 又能以仗谁 我好整以侠 等着母亲前来兴师问罪 可最先找来的 不是母亲 而是我那个 惯会做他人之枪的蠢财弟弟沈凌云 我虽不及沈追悦那般假惺惺对她好过 但从来顾及骨肉之情 不曾对她下过一次手 甚至明里暗里 为她在父亲面前 担下许多罪 求过很多情 她不曾有一日赶过我的恩 一次又一次 与他们母女一个阵营 厌我误我 恨我毁我 配我手下留情 她还不知我的满腔恨意 气势汹汹 怒不可遏地冲到了我跟前 沈婉堂 我看你是疯了 一回府便与母亲姐姐作对 今日不给你教训 你 啪啪 赶在她打我之前 我迎面便是两耳光 将这丸裤子打得一头雾水 两眼发懵 因在打她之前 刻意戴上了长长的护甲 便无可避免 在她脸上留下树道血痕 你 你不随我去给母亲姐姐道歉 竟还打我 我揉了揉发麻的手掌 冰冷回道 我感觉你要打我 我自然先打了你 有错吗 不过她的无能咆哮 我转身掏出斩架上的刀 刀刃锋利 在月洞的烛火里 泛着森然的寒光 清莲 去书房请父亲 不遵长姐 施礼仪 丢蹄筒 该请家法了 沈凌云瞳孔地震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 你要害我被父亲罚 你把个姐姐 又害我爱家法 莫不是还要杀了我不成 你当真蛇蝎心肠猪狗不如 不配为人长姐 难怪母亲厌恶你 姐姐不喜欢你 都是你就游子去 你就是家里的桑门星 客手足 客母亲 你 俺闷着的一刀柄 带着全身的力气 狠狠捅在了她的肚子上 满嘴的嚣张 变成了一口血 刀背压在她的面颊上 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她的身子在发抖 下次 就不是刀柄了 轻拍了她的面颊 震得她一色缩 我才低声道 还有 没被客死之前 不要大放厥词 恶毒的话说太多 应验在你们身上了 只怕没一个人销售得起 或许我眸中冷意太盛 亦或者我下手当真太重 这个十一岁的少年 当真被震住了 乖乖站在一旁 出气都变得极为小心安静 我真想给她一刀的 可这高门后院里 我不能失了理 清莲走得远 暂时没回来 母亲便带着一群人 浩浩荡荡围了我 捆起来 她双目发红 显然刚为她的宝贝女儿哭过 渴望向我时 谋中恨意 犹如泉涌 外祖母说 每个孩子都是母亲的血肉 她总有能回头的一天 我便像个坠落黑夜 一心仰望天明的孩子 巴巴地期盼她 能从指缝里 露些许微末的爱意给我 让我相信人间值得 我意识她的欢喜 可我用一条命买了教训 我不是她的欢喜 她也不该是我的奢望 谁敢抽出一根簪子 只指欲对我冻粗的其他人 夫人心事问罪 是不是也该问清缘由 她视线冰冷 恶狠狠地定在我脸上 是毫不遮掩的厌恶 谋害手足 殴打右弟 这还不够吗 如今再加一条顶状母亲 不遵长辈 不听教诲 我簪子握在手中 明明指指摩摩 她却主动走到了簪子跟前 明晃晃的簪子 对着她的胸口 便为我定下罪名 众人有目共睹 你神晚堂 要是母 她唇边情笑 谋中却无半分暖意 我今日便要捆了你 送去宫中问个缘由 几个罪名落下 又声势浩大 闹到了皇宫里 我这公主半读 是书之首 只能沦为人前笑柄 外祖母为我谋划的安稳余生 便都毁于一旦了 她当真能不顾一切 一而再再而三来毁我 无有半分有欲 目光一临 瞧见青莲出现在了门外的雪松下 我才嘴角一弯 与她含笑对视 可我若告诉夫人 你的好女儿 砸了太后赐我的簪子 还辱骂太后她老人家有眼无珠 抢了她的柿子妃之位 你又该如何 得不到就毁掉 这么多年 沈追悦在她的庇护与偏爱下 便是如此丧心病狂 肆无忌惮 她面上一僵 却很快便收起了惊诧之色 又如何 一只簪子而已 比起整个尚书府的声音 你海棠院的几句呐喊 又有谁能听得见 我说 是你自己不小心摔碎的 又有谁会怀疑 月儿看上的 无论是物件还是人 你都不该抢 她唇边的笑意 顿时变得凌厉 还不快动手 押入祠堂 行了家法 在祖宗面前忏悔过了 在送入皇宫认罪求饶 此堂一夜 以她巴不得我死的心性 能不能竖着出来 还尚未可知 便是能出来 海棠院还有几个活口 能为我说话 她这是要用她 上述夫人的权利 颠倒黑白 将我彻底毁掉 我故意虚虚挣扎一下 便被五大三粗的嬷嬷 狠狠按在地上 夫人真是用心良苦 为了你的爱女 竟也敢设计世子 当真丢了你世家主母的 风范与脸面 如今还要帮你爱女掩盖事实 让我成为冤死鬼吗 一直捂着脸 死死瞪着我的沈凌云 立即冲我教导 闭嘴 我姐姐那般柔善 才不会说出 太后有眼不识泰山 把她这鱼目当珍珠的话呢 嗯 难得长了回脑子 只是不多 即便说了 也无人亲眼所见 反正我与母亲咬死 就是你冤枉姐姐的 看还有谁会信你 母亲 行家法的时候 一定要狠狠打 不给足她教训 往后我与姐姐 就有受过完的欺负 今日敢打我 就是不准备要命了 打 狠狠打 见我不为所动 她又继续杀人诛心 等你名声尽毁 又失了太后的青睐 柿子和婚事 你就一个也配不上 都该还多我姐姐才是 反正母亲已经帮姐姐 与柿子成了好事 你不让也得让 哦 柿子的婚事 原来有小公子做主的呀 朝阳公主 站在谢岭身侧 从摸不开的夜幕里 献出身来 带着讥讽的笑意 可太后认定的柿子妃 唯有沈婉堂而已 一个不知廉耻爬床的人 便能替代了 她长身玉力 带着一身不容智慧的威严 走至我身侧 赤裸裸表明了 在为我撑腰 夫人谋算很好 只是不该踩了我 皇家的脸面 您说呢 这无形的一耳光 落在母亲脸上 她的嚣张 顿时变得苍白 跟着他们一同而来的父亲 更是冷汗连连 生怕公主将金耳闻 传进了宫里 藐视黄泉 是小儿无状 口出恶言了 继而朝沈凌云吼道 还不滚去领家法 沈凌云连滚带爬跑了 公主才含笑 拿起了破碎的簪子语气 被糟蹋成这个样子 当真令人心疼 父皇若是知晓 自己孝敬太后的心意 被如此糟蹋了 不知该如何愤怒 这便是要追究了 郭氏再也坐不住了 不理会父亲的警告 挺身而出 将罪名都落到了我的身上 沈婉堂心胸狭隘 为了污蔑嫡亲的妹妹 公主与世子既亲眼所见 便将其绑了送去面圣 要打要杀 我沈家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谢灵躲在人后 早就心如死灰 如今被郭氏点名 瞬间怒上心头 是啊 最好闹到太后她老人家面前 让她老人家知道 沈家后院的肮脏 与我的无能 毕竟在沈夫人眼里 太后清风的是女之手 就是笑话 我谢灵也是你们玩弄于鼓掌的棋子而已 谢灵的冷脸 将郭氏吓得一哆嗦 她终于明白 听到她的谋划 和沈追月爬床设计的 还有被蒙在鼓里的柿子谢灵了 柿子 皆是误会 悦耳他 夫人碾碎见长 人也愈发糊涂了 是非不分 轻重不明 担不起尚书府主母的重担 即日起 去祠堂抄经祈福吧 父亲打断了郭氏的狡辩 心如死灰般挥了挥手 真人将郭氏带了下去 公主见笑了 夫人生了恶极 神志不清 望殿下海寒 闹剧结束 本与谢灵下棋的长公主 也索然无味地带着谢灵走了 路过我时 她淡淡勾了勾唇角 本宫不会看错人的 你是个好的 我如何能请动长公主为我做主 只是人到了绝路上 只能咬牙球条活路罢了 公主养在巷子里的面首得了恶极 恰恰我及时送去了解药 公主欠了我人情 今日我便逮着机会让她还了 后宅嫡女 也身不由己 进退两难 你很好 连为父也算进了进去 迎着父亲的打量 我施施然一笑 回得从容 若非如此 我今日便要死于夫人之手了 在父亲心中 我当真比不得沈追悦吗 若太后知罪 父亲是否也要让我去顶罪 父亲靠着外祖家的庇护 才有了今日 纵使她对母亲有许多的怨言 可为着名声与外祖母提拔她的恩情 她一时纵容颇多 我的委屈与艰难 她怎会不知 只她逛会霍西泥土清闲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人性如此复杂 我抢求不了 她单单只做我的父亲 发簪的事 为父自会解决 太后宽厚 不会追究 只后院里 莫要在声势端 终究 她还是一贯做派 当起了端水大师 可她不晓得 这碗后院的水 她再也端不平了 因为我呀 再也不会委屈求全了 无人委屈牺牲的关系里 是不可能次次在几句话里 大事化小的 何况我 还要为抚养讨债 望着她离去的背影 我浅浅一笑 扬声道 夫人不找我麻烦 我定不会招惹她的 她脚步一顿 骤然回头 你叫她什么 夫人 我忽略掉她眼中的深邃 抬了抬眉尾 有错吗 她哪点配我教她母亲 沈叔 你说呢 门前战战兢兢的管家 捧着郭氏要的震灸 头都不敢抬 夫人 夫人准备今夜 今夜灌了大小节 父亲稳如泰山的背影 也骤然抖了抖 而后变成了一耳光 回敬在了郭氏身上 听说 父亲第一次动了手 自然不是全然为我 而是为了沈家的名声 和沈凌云的前途 主母不仁不义 沈凌云的婚事便要被耽误了 那叶尔光 打断了他们多年表面相安无事的夫妻之情 郭氏恨到咬牙切齿 却在骂我 那个人 就是克我 他不得好死 我毫不在意 笑开了眉眼 谁会不得好死 还未为可知呢 父亲为表安府 将管家之权交到了我的手上 郭氏体弱 退居祠堂超佛经 为府中上下祈福 有我管家 我必要让他的一颗心 极尽赤尘 祠堂里的婚心都断了吧 零罗绸缎也换成素衣 祈福就该有个祈福的样子 比起我的冷漠 他可谓残忍 数九天寒 他连我的炭火都断了 命人盯着我 让我日日跪着超经 生生动坏了一双膝盖 那双一手单轻 铭满天下的手 也满是洞窗 没了原样 我不过有样学样 给了三分回报 他便坐不住 也受不了了 沈追悦咬着苍白的唇 闯进书房 打断了我与父亲 为沈凌云挑选世家女的事宜 他咬着嘴唇 阴阴落泪 姐姐 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 你想如何搓磨我都行 不过是缺些衣食 我当真无妨 侄母亲年岁已高 身子又不好 你如何能担着不孝的名声 克扣她的衣食 她一双性眼 流出两行青泪 梗着脖子 摆出了一副天真又正义的模样 父亲眉头一锁 对我露出了质疑 我藏下笑意 挺直腰背 回得磊落 背着不孝的名声 克扣母亲衣食 是你亲眼所见的 她身后的沈凌云忙跳出身来 恶毒地看着我 是我亲眼所见 青粥小菜 两样点心 便是母亲的一顿正餐 沈婉堂 你很好 都敢明目张胆折磨母亲了 我倒要看看 这等不嫌不孝的人 如何担得起是女之手的美名 沈追悦眸光得意 闲凉的开口 姐姐 你去向母亲道个歉 请求她的原谅 此事便就此打住了 我无妨的 不过少几样吃食 我不在意 云儿还小 你不要恼她 更不要耿耿于怀 而事后报复 你若不消气 我替她给你道歉 别给她道歉 她不配 沈凌云的恨意加深 只求父亲将我发落 做错了事的人 就该受罚 父亲若硬要袒护 我便去请舅舅 来为母亲主持个公道 眼见父亲冷了脸 我才抬了抬眼皮 冷笑出了声 你们可知 太后为国祈福时 是何种模样 一句话 三人皆正在了当场 脱簪晚发 不依素时 是太后祈福时的常态 既是祈福 要的就是个诚心 夫人祈福时若谨衣玉食 让太后娘娘情何以堪 夫人尚且如素 身为子女 又如何能山珍海味 摆满圆桌 你们尚且有四菜一汤 我为表诚心 唯有一菜一汤而已 如此 你们还有何不满 父亲冷脸 以沈追悦闭门思过 沈凌云数字检讨结束 冬至公宴 你母亲需入宫 父亲为郭氏定下了期限 我点点头 乖巧硬下 那是自然 不入宫 他们如何自寻死路 可在这之前 我亦要送他一份大礼 父亲的白月光 坠落在了京城的小巷里 被我捡到了 红艳楼里 父亲应酬到七分醉意 尽兴而归 却在下楼时身形不稳 差点跌落下去 被一柔弱女子 堪堪扶住了身子 稳住了身形 多谢 沈某 那抬眸的四目相对 便让时空都静止了 阿如 沈郎 赵雪如震惊之后 只剩恐慌 挣脱父亲的双手 便要逃走 却被父亲紧紧握住 满眼深情 像捧住了 失而复得的珍宝 你别走 不要再离开我了 这么多年了 你都不想知道 我过得好不好 他缓缓回身 眼眶蓄泪 我见有脸 沈郎 那一晚 父亲与青梅长续旧情 没有回复 他没有错过的 十几年漫长思念要说 自然要熬到天光破晓 才有个结束 站在楼上 琳琳垂手 看着他哭他痛 我冷吃出了声 这赵雪如 从不是省油的灯 若不是富家败落 没了倚仗 也不会蓄意入京 拿着就是情意 投奔我痴心不改的父亲 只他缺一个 与父亲接近的机会 所以我 送到了他的手上 郭氏自以为手段无双 却都用在了我的身上 我背不起师母的重罪 所以 为他搬来了对手 坐山观虎斗 也是极好的 茶楼里 谢领握着一只发簪 那是他为我准备的吉吉里 可因他祖母病重 回了狼牙 便错过了 我不是故意的 皆是被沈追月设计了 我不知道破庙里的人是你 我有 你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我含笑打断了他的解释 家族的名声 自己的前途 还有沈追月 以身相许后的牵绊 狮子说的 我都懂 我没有资格怪你 你有你的立场 我也不能替那个 在庙里一点点等到绝望的自己原谅你 我与世子 天差地别 早已不是同路人 这婚事 便做爸爸 毕竟 他在破庙外 亲眼见着那些人 将抚养的身体 做见得不成模样 却因为不要在旁人面前 施了颜面 不仅替沈追月遮挡 还将能救我的人 尽数带走了 只是一个下人而已 比得过你我年少的情谊吗 你何必如此执着 我直视着他泛红的双眸 推回了他伸来的手 一字一句 你能忘掉 我忘不掉 那些人欺辱他的身子时 为你亲眼所见 可你 没有救他 我从门缝里 瞧见了一身悬疑立于门外 腰间坠狱 便是世子谢灵 可门缝狭窄 将我年少时的经验加扁了 他听信沈追月与郭氏的编排 扔下一句冰凉的少年寡耻 真简 便从我狭小的世界 全然退出 本该经历那些的人是我 你为了生育放弃的 也是我 你早已配不上我曾经的深情 我无情的话 像煮沸的水 将他递来的深情 烫得遍体鳞伤 他眼中深情寸寸破碎 一根簪子 被他紧握手心 始终没有再送出去的勇气 视线几番流转 终究落在我脸上 但我没有给他一个多余的眼神 好扮上 他才艰难开口 对不起 我不想听 错身而去 他想伸出手来要抓我 可我走得匆匆 又十分坚定 他终是落了一手空 缘分浅薄 我也浅薄 我只要报仇和好活而已 四方院里的四方天 和将一生寄予他人的豪赌 我都不要了 如何了 我拨着茶碗 任由我请的老太医 为父亲的阳春白雪看诊 身子调理得差不多了 再用两副药 便能如愿孕育子嗣 赵雪如 眸子亮了亮 压住了唇角的欣喜 对我试探道 你当真愿意 愿意我入府 茶碗一顿 我回得坚定 自然 你要的富贵 和我要的银钱 都只是交易而已 我成全你 走入尚书后院 你也该成全我 走出围龙京城 他嘴上说着自然 可眼中戏谑 分明在嘲笑我 放着富贵不要 何其吃傻 我对满是奢华下的腐烂味道 对披着亲情外衣的 食肉饮血之举 唯有反胃而已 父亲明日休暮 能不能将人留下 且看你的本事了 扔下一袋碎银 我便拖着长裙回了府 灵魂与肉身 我都要自由了 沈追悦与沈凌云 在廊下下棋 一见到我 欢声笑语 顿时变成了鸦雀无声 姐姐我们走 即日出门没看黄厉 犯了冲 沈追悦勾勾勾唇脚 却装作唇良无害 你个混小子 都被母亲惯坏了 怎能这般和姐姐说话 即便她行事大胆 过分了些 但毕竟是姐姐 你要学会尊长 沈凌云瞥了我一眼 从鼻孔里哼出了不屑 她可不是我姐姐 我消受不起这尊大佛 还是快些走吧 别等人家大开杀戒了 再拿你我姐弟二人开了刀 你我成了刀下亡魂 这偌大的尚书府 不都成了她一人的囊中之物 沈追悦笑意加深 假意劝解 话里话外 却全是天油加醋 静胡说 这沈家 终究不都是你的 但你成了亲 又有谁能越过你去 姐姐便是替你掌管后院 也只在一时而已 她便是用度奢侈了些 也终究是你姐姐 你莫非还要计较不成 她描向了我 还准备假惺惺说什么 却被我一脚踢翻棋盘 震在了当场 我没说过 少惹我嘛 规矩没学好 都滚回房去闭门思过 沈凌云急吃白脸 就要为了她的好姐姐和我拼命 我自清连手中接过了长鞭 量着分量 在手中抖了抖 眉眼一弯 见着长姐不知问好 言辞激烈 挑衅颇多 是要试试她吗 沈追悦显然不信我敢出手 露出了天真的倔强 动辄喊打喊杀 启示归房女子的教养 若被旁人知晓 难免说姐姐 啪 一鞭子挥去 朱差落了一地 长发尽数散落 脸上流了深深一道血痕 不好意思 打偏了 下一次 或许全在脸上了 你以为傲的柔弱像 要被毁掉吗 二人面色发白 吓得没了方才 手忙脚乱 跑回了院中 只等父亲回府 好告我一状 可他们等不到了 父亲今日不会回府 也在没心思 处理这等子微不足道的小事 他们两个 变成了我的下饭菜 不遵长姐的两个蠢货 被我饿着肚子惊了足 书位超够 便是茶水也不供应了 二人胡闹了一番 被我带着戒齿打了一顿 便吓得静了声 他们对月祈祷 祈祷父亲回来狠狠收拾我 可到最后 饿得连祈祷的力气都没有了 因赵雪如当真有两把刷子 应将父亲留在他的小院里 五日之久 待父亲满面春风回府时 祠堂里的郭氏感染风寒 以缠绵病榻 没了半条命 他借故回了自己的院子 却迎来了一道晴天霹雳 父亲有了家人 以乐不思蜀 他眼眶通红 将一盏茶水扔到了父亲脚下 犹如泼妇 歇斯底里 当年你迎娶我时 如何答应我父亲的 如今却置办起了外事 竟连我的一双子女 受尽搓磨也不管不顾 是要逼死我吗 父亲的笑意顿在了脸上 眉头深锁 病了便好好僵养着 如此大呼小叫 成何体统 郭氏却搂着一双儿女 不依不饶 便是倒成体统了 难怪纵的这个人 搓磨我的儿女 是要我们母子 没有立足之地 好顺理成章 接她入府吗 你今日便给我准化 外面那个到底出不处置 若你不肯不出手 便别怪我下手狠辣 便是这个人 我也不会在手下留情 狐假虎威的东西 倒是跟那个狐妹子的人一样 父亲早已不耐 又岂会为他的 一双儿女的委屈 主持公道 便是他的委屈哭诉 在父亲眼里 也是喋喋不休 不依不饶的泼妇行径 一拍桌子 她大声吼道 你好歹也是将门妖女 竟无半分贵女主母的修养 这一双是你子女 偏偏晚堂就不是 比起你灌出来的一对废物 她才勉强有我气氛风姿 为我沈家真正的女儿 一句话 戳到了沈凌云的软肋 她红着眼眶 针锋香对道 在父亲眼里 我们当真一无是处 只怕是我们出自母亲的肚子 而不是姓赵的人的肚子 让父亲很是耿耿于怀吧 即使如此 你何不让他 给你生几个讨你欢心的 反正也立了外事 也不差那几个孩子 父亲大怒 杨首便是狠狠一耳光 落在沈凌云脸上 气到身斗如筛 如后宅妇人 胸无大志 只知争议日常短 你当真担不起我的栽培 沈追悦捂着嘴巴惊叫 面色煞白 父亲 你如何能动手打人 明明是你 闭嘴 父亲猴得他一惊 整日里不是卖弄那几颗眼泪 便是抖那几分小聪明 哄着你母亲与弟弟为你卖命 难登大雅之堂 莫说世子 便是稍有底蕴的人家 都瞧不上你这妾是做派的风格 当真有骨气的 就该像你姐姐一般 在世人面前争个高低 为府中父兄姊妹 争个前程才是 脚风弄雨 我干脆扔你 去做妾好了 沈追悦捂着胸口 满脸震惊 连落泪都忘了 可父亲 没有罢休 动不动便捂着胸口落泪 自以为赛西施 实则东施孝平 一笑大方 唯有你母亲 上梁不正下梁歪 能交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东西来 莫说你没这等本事 不配和你姐姐相提并论 便是你有几分才学 也被这不堪入目的品行败坏光了 不愧为言官 字字诛击 杀人于无形 直接将沈追悦骂晕了过去 郭氏见一双儿女受尽折辱 再也支撑不住了 伸出手指 指着父亲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最终捂着胸口 吐出一口血来 无用的沈凌云方寸大乱 犹如送葬般 哭喊震天 主母院里人养马翻 父亲甩手回了书房 我没开眼笑 端上了茶点 父亲消消气 父亲覆手而立 眉眼凝霜 我含笑道 外事长外事短 到底难听了些 何不接近府里 名正言顺开个院子 父亲发愁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好半天才叹了口气 若是可以 我如何不想 你母亲那人 心胸狭窄 又无容人之量 便是当初生你们之时 硬逼着我赌咒发誓 后愿不可在天旁人 如今 爱你赵姨命苦 若非为了给为父 凑齐入京赶考的盘缠 如何会卖身入了 商户家为妾 为我蹉跎了半生 我寻了半生 如今终于寻到了她的人 却不想 对了 你母亲如何会知晓 我脸下眼中讥笑 亦是叹息道 她命沈追悦与沈凌云 去为外祖父摆长生灯 恰巧撞见父亲于 与赵姨携手佛寺 共求安康 我自然不会告诉她 是赵雪如将她落下的 泄衣泄裤 送到了郭氏手里 这才过一招 郭氏便去了半条命 赵雪如这人 我当真选对了 不动声色 却朝朝凌厉 还未现出身来 便杀了郭氏个人养马帆 我装作才想起了一般 骤然说道 母亲最信天命 若这赵姨 与父亲乃天命所归 又服又沈家门美 说不得 说不得母亲就又啃了 父亲眼睛一亮 倒吸了口凉气 对我露出了 由衷的几分满意 虚从长记忆 不可操之过急 他不急 可有人急了 沈凌云憋着 一肚子的活于委屈 带着浩浩荡荡的家丁 砸了赵雪如的小院子 更让嬷嬷将赵氏 按在地上 扇了几十个大嘴巴子 来往行人无数 指指点点 何其难堪 赵雪如撑着身子辩解 迎来的却是 沈凌云发疯的殴打 待父亲闻讯赶到时 赵雪如已经昏倒在了 冰天雪地里 向来爱子如命的父亲 第一次亲手 对沈凌云行了家法 板板入肉 屁股血红一片 三十板打完 沈凌云已经昏死在了板凳上 父亲愚怒未消 将跟着沈凌云前去的 郭氏心腹 尽数发卖了个干净 听说 床榻上的郭氏 又吐出了一口老血来 可这还不算什么 因为赵雪如 借机入了府 住在和风院里 被父亲派人 层层护在了心窝里 父亲言之凿凿 府中最近乌烟瘴气 护国四高僧为我看过 赵氏八字望我 更望沈家 可冲了晦气 便台为姨娘 为我沈家开支散叶吧 郭氏怒不可遏 伸手被要给我一耳光 却被我一把攥住手腕 狠狠摔了下去 他错愕 惊讶 难以置信 打我做什么 你不是最信术士的话吗 我克你 克你的子女 你还指望我做什么 赵姨娘和你不一样 他说我望他 更说我望沈家 是府中真正的贵人呢 往后有什么脾气 冲你自己子女发辩好了 我如今 可是赵姨娘的人了 在她气到快要昏厥时 我又不遗余力 给了她当头一棒 从前后院里 你指手遮天 逼得我没了活路 如今我管家 姨娘把这父亲的话语权 往后你与你的一双儿女 就自求多福吧 被自己的骨肉背叛 甚至当面给了狠狠的一刀 他果然很难忍受 只无能狂怒 对我咒骂不已 可我不为所动 杀人诛心后 我在他的崩溃大喊里 淡然抽身 挖心之痛 我忍了十几年 回敬他几分 亦算不得过分 捧着燕窝 我去了赵姨娘房里 这伤 瞧着好多了 赵雪如见是我 撑着身子坐了起来 勾纯一笑 区区皮肉之苦 比起漫长人生的穷苦 又算得了什么 这富贵的尚书府 终于也有了我的立足之地 此事 多谢你了 只不知 你为何如此帮我 我喊着冷笑 没有回答 你好好养身子 争取在下个月公宴前 有个好消息 他眉眼一弯 脸上尽是柔色 那是自然 被主母灌了许多婢子汤 没想到还能有做母亲的一天 凭着这份恩情 我定不会负了你 我嘴角一弯 很是欣慰 养好身子 才是王道 沈凌云明完不灵 被父亲撵去了松山学院 最严厉的父子手下学规矩 沈追悦被谢领厌弃 不提嫁娶事宜 只晾在府中 被管教嬷嬷聚在闺房里学规矩 做绣活 郭氏虽病重 却不得不撑起身子和赵雪如斗法 指他的颇腹行径 在赵雪如的柔软示弱和眼泪攻势下 只落了个一败涂地 他毫无办法来了我的院子 一头乌发净生了白 眼尾皱纹 更是肉眼可见 他端着架子 对我命令道 你终究出自我的肚子 还我恩情也好 全母子情分也罢 你该像月儿与月儿一般 为我尽几分孝心才是 我拨动茶碗的手一顿 饶有兴致问道 夫人让我如何做 他薄唇一张 在我的指示下转过脸去 咬牙道 这包要给你 喂给他 你照做了 便还是我的女儿 和前世的堕胎药不同 这是要人命的毒药 若我不呢 他冷笑一声回道 便是嫁入侯府又如何 不被母亲疼爱 不被手足相助 你孤立无缘 便是嫁进去了 也难以再是家里立足 他被嬷嬷搀扶着 扬身而去 脚步虚浮 当真病得不清了 清廉 害人命的东西 扔了吧 我这把刀 他早就用不动了 甚至会伤人自伤 要了他的命 转眼冬至 宫宴上 我穿上了父亲找来的 孰锦长裙 一曲凤舞九天 赢得满堂彩 沈追悦却因太过紧张 一手凤球黄 弹错了几个音符 一是勉强过了关 公主的奚落 落在了我们的脸上 沈家姑娘一母双生 虽共用一张脸 却内里各有不同呀 一个是铁石心肠的冷酷无情 一个是装满草包的矫情做作 我要在宫宴结束后 跪求太后收回赐婚的旨意 不想多生事端 便脸下眸子 没有理会 可沈追悦坐不住了 她梗着脖子 笑得天真无邪 听说 我姐姐未半毒的这些年 抢了公主许多风头 声声压了公主一头 到底惹恼了殿下 从前只是听说 今日才知 竟是真的 可怜南城的小官 无辜病了一场 但公主默恼 我姐姐不是故意的 她明目张胆 给我拉仇恨 恨不得指着我鼻子说 是我算计了公主 果然惹得公主很不满 沈婉堂 你果然比本宫想象的还要好 我解释的话还没说出口 宫宴便开始了 歌舞正欢 我被人叫出了宴席 清冷的风落在脸上 如刀似箭 都不及眼前人给我震感大 曾经清风朗月的世子爷谢林 不过两个月 染尽风霜 尽险憔悴 他找过我许多次 但我未有一次应过约 缘分尽了便不该预断不断 他便去了护国寺清修了一趟 回来变成了这副模样 你要报仇 我会帮你的 我 他伸出的手还未落在我身上 便被我一把打落 急急退了半步 我才猝没到 世子爷 谨记礼仪才是 我不需要任何人帮我 你不坏我事 便是对我的成全 今日我便会求太后娘娘收回旨意 你我往后 便不要相见了 他眸中受伤 在跳动的火光中尤其显眼 你终究不肯原谅我了 我连从前懦弱的自己都不肯原谅 又如何能原谅旁人 一条命买来的教训 尸骨之痛如何能忘怀 我匆匆转身离去 衣袖里的手将发拆攥得很紧 不知为何 我竟觉得 他若坏了我的事 我一样会杀了他 原来 在踩着仇恨和鲜血一路走来以后 我早就断情绝爱 不会心慈手软了 宴席上 沈追月与公主都没了踪影 我心吓一跳 便听到宫女来报 沈家二小姐推公主入水不成 反而落了水 如今人被扣在了启祥宫里 郭氏惊慌 落了满桌子的杯盏 只有谢林 躲在人后冲我牵抢一笑 用嘴形比了一句 我会帮你 原来是他 难怪沈追月也会落了水 我的计划只是被抓当场 断了攀咬我的可能而已 从他穿着与我同色的衣服 不断对公主说挑衅的话 我便知他有了计划 是以将计就计 让他自寻死路 他要将推公主入水的罪名 嫁祸在我身上 有母亲的佐证 自然不会有人怀疑 只可惜 他除不掉我 还把自己拉下了水 沈追月包在壶球里 被压跪在地上 浑身湿透 瑟瑟发抖 公主敲着腿 冷眼旁观 因几句口舌之争 必要推我入水 沈家二小姐 心眼小还歹毒得不行 她的视线与我隔空相撞 皆意会到了对方眼中的深意 继而错开 我与公主 十年相伴 无数次在琴棋书画 马背与箭矢上要争个高低 论个胜负 可那都是磊落的 是天长日久的互相鞭策与较劲 更是贵女心中不服输的傲气使然 虽有口角与不服 却从心底里 是尊重对方的 便是那染了重疾的面首 也的的确确是被我救的 举手之劳 全的是年少相伴的几分情谊 谋害公主 罪则难逃 郭氏一膝盖跪在地上 拿我与公主半毒的情谊 求公主能网开一面 沈婉堂 快求求公主 你与公主自小情义 与常人是不同的 你为你妹妹说句话 她年少不懂事 犯了错事 既是由你而起 也是你做姐姐的没有交好 如今她定然知错了 也会改的 快 跪下认错 为你妹妹求情 我站在她身侧 寝着淡淡笑意 只一言不发 一动不动 你当真要绝了与我们的情分 好话说尽 她气急败坏了起来 好 好的很 如今众人接见 你妹妹为你开罪了公主 你却无情无义 弃她于不顾 如此薄情寡义之人 如何担得起才女之名 又如何能配柿子 能不能配我 由不得沈夫人说了算 谢岭眉头微皱 踩着一地碎光 站在了我身旁 上一次 沈家二小姐 毁了太后娘娘赏的发簪时 我便以为夫人长了教训 会严加管教 却不想 夫人纵容非常 竟闯下了如此大祸 今日还要抢逼长女求情 莫不是非要闹出人命 夫人才肯善罢甘休 谢岭的话刚落下 工人便跑过来 凑在公主耳边 耳语了几句 公主眼中笑意越来越浓 脸上冷意也越来越盛 很好 人命关天 她当真逃无可逃了 原是府中姨娘 小铲了 而那包堕胎药 是沈追月的丫鬟 在给休假在府中的沈凌云的 沈凌云趁着众人 今日入宫 府中松懈 便硬贯了赵姨娘 东窗事发 她也被鲜红的血下傻了 便将原尾和盘拖出 沈上人命 沈二小姐 你当真无可救药了 郭氏的身子 顿时尾顿了下去 跌落在地 正正失神 怎会是月儿 明明 她一双眸子 冰冷望向我 明明该是你 我一剑双雕 要除去的是你们两个人 不是月儿 不是月儿 众人皆惊 唯有我心下无半分波澜 看着她发疯发狂 大哭大笑 始终神情淡淡 没有动容半分 待她闹够了 以失心风为由 被强脱回了府 沈追月失去了 唯一的救命稻草 真心流出两行泪来 拽着我的裙脚 言辞诚恳 姐姐 我错了 救救我 你去太后那里 为我求求情好吗 我真的知错了 我会改 以后再不会犯了 求你救救我 我以后不会跟你争娘亲了 也不会再与你为敌 会像对弟弟一般对你好 求你救救我 求你 我一根手指 一根手指地 将她的手掰开 在她渐渐绝望的表情里笑道 原来 你也知道 你一直在敌对我呀 可我就不聊你了 你要害我的时候 就该想到 有这么一天 自食恶果 你活该 谢岭到底念着肌肤之亲 为她求了入皇庙 陪太妃们为国祈福十年 她又想向我道歉 我却隔着人海头 也不回地走了 站在黑夜里 眼前却是万千灯火 终于 我在没有了束缚里 前程一片光明了 谢岭回府后 突然病倒 竟是中毒已深 无药可医 他们始终找不到缘由 自然也不会知道 那夜酒楼上 她往我手中塞簪子时 我指尖的毒针 便扎进了她的皮肉里 她从来看清了 我对抚养的情谊 从她默许父亲 将乌鸣盖在抚养头上 暗自松了口气时 我便知晓 她该与郭氏母女一同 死在我手上的 我只是厚宅的女子 举步为奸 只能步步为营 忍着恶心一点点去算计 去为我的年少 与抚养报仇而已 郭氏病得很重 尤其在父亲 将赵姨娘抬为平妻以后 她日渐焦脆 不忘一遍遍 叫着沈追悦的名字 沈凌云捧着她的手 哭断了肠 母亲 你醒醒 你要快些好起来 这样 姐姐和我才有出路 她真傻 落在赵雪如手上 她永远好不起来了 可郭氏贼心不死 竟强撑着身子 来了我的院子 你满意了 终于将我们都 磕得生不如死了 我摇摇头 一脸天真 生不如死算什么 磕就都磕死好了 黄泉路上 你们母子三人 一定拉紧手 别走散了 她浑身站立 一口鞋吐出 直直倒在了地上 我跨过她的身子 头也不回地 入了赵雪如院子 银子和行李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你尽管走 我保证 谁也找不到你 赵雪如穿金带银 竟也端起了 主母的风范 我感激地一笑 又问道 你当真 很喜欢我的父亲 他一愣 眼面大笑 直至笑出了眼泪来 若有人知晓 我一无所有的孤身女子 如何一步步艰辛地走入京城 走到她身边的 便没人还会问我 有几分真心 晚堂 我的真心 都在那些遭遇里 化成了血水呀 我要的 只有富贵而已了 人 不该多声情愫 而要始终清醒自迟 才会得偿所愿 我了然 以茶代酒 敬了她一杯 敬她的清醒 也敬她的狠毒 那晚 沈凌云被郭氏挑唆 发了风 持着火把 闯入了赵雪如院里 她在我的掩护下逃出生天 我却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听说 沈凌云纵火烧人 竟被下了狱 便是将军舅舅 也护她不得了 郭氏听此恶训 又吐了血 可府中慌乱 没人顾得上 竟将其生生拖死了 术氏收了姨娘的银票 扬言郭氏染了恶鬼 要服路加身 让恶鬼勇士囚禁 无可翻身 赵雪如捂着帕子 故作惊恐 忙允了 这时候 侯府上门提亲 求的却是沈凌月 父亲受宠若惊 将沈凌月接回府 送去了侯府做冲喜的妾室 可谢灵还是死了 死前 她握着一只镯子 笑出泪来 知你心狠 却不知你狠到如此地步 也罢 是我欠了你的 便全了你的心愿吧 她的遗愿 便是要沈凌月殉葬 到时省去了 我去黄庙报复沈凌月的麻烦 只活人殉葬 她又岂能好过 亲你尽尸 独子入狱 父亲一夜白头 坐在油灯下 她翻对我的话 亦有悔恨 若我 若我早些立起来 是不是 你们就不会沦落至此 如果的事 全是遗憾 我不求如果 只求一定 报仇雪恨是一对 逃出牢笼是一定 而我 一定要活出自我 大仇得报 我又得了自由 便将三张卖身器 还给了清莲 她捧着他们 红了眼眶 谢谢小姐 给我以自由 我带着富足余生的钱财 游历五湖四海 走到哪里 都不忘带着一个小夹袄 和买一只大肘子 可身边那个爱吃大肘子的人 再也回不来了 全文完